稍微再把這個重點重複一下 當你如果是一個出去工作的時候 你試用試議員在寫 或者是你必須要碰到組合員的時候 那以我對大部分同學後來出去工作的了解 也會去碰到這部分的有燈飾或多 大概一年一般裡面只有一個 那燈飾一旦能用到的話 就是大量使用 所以這裡我們還是希望解釋清楚 你可以看這個板子 我們仔細看這裡 A B C D E F G 那剛剛同學就問說 為什麼0是0還是3F 3F代表什麼意義 那3F代表什麼意義 你看我們剛剛說 我們要顯示一個0 所以是A B C D E F 通通都要是E G是0 所以這A B C D E F 通通都是E G是0 所以這A B C D E F 通通都是E G是0 通通都是E G是0 所以這裡就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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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但是它的位元順序是這邊比較前面 所以當你寫出來是0011 1111 0011的16經位是多少 3 對 11的16經位呢 11寫成16經位 對 所以是0A C C D E F 這樣多嗎 為什麼這邊是寫0A C C D E F 懂了嗎 我看到電子走 其他同學呢 有問題趕快說 有問題我們就繼續了 還不懂為什麼是0A C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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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寫成16圓不就是這樣嗎 為什麼 這個指令看起來很怪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呢 新號 X FFF 00 等於0A C C D E F 這到底在寫什麼 好 這裡讓我們稍微解釋一下C O 好啊 這裡你就會覺得 你過去學的是藝人不夠用 為什麼不夠用 因為你從來沒有看過這種 東西 好 我們現在說 INT 這是什麼意思 A是一個整座的診定 是不是 如果我寫INT B呢 一個整座 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寫 AXN的B 可以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A的主標是I的B 背部位 A其實只向人的B 其實他在做什麼事 你現在看整個記憶體裡面 這裡有個B 有個B 假設他的位置是100 OK 那當你寫A等B的時候 A就是100 其實A就是100 但是A在哪裡 A不知道 A可能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可能譬如說這裡是A A這個變度 A這個變度 OK 它裡面呢 其實放了100 OK 我說這裡是B其實也不太好 B裡面是不是也放了某個東西 要可以進去 OK 所以當我說 A等於M的B的時候 A裡面會放了100 這樣一點啊 如果B是100的話 A裡面就會放了100 A等於V A等於V OK 那現在請問星號A是多少 5 5嘛 對不對 星號A是4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回應了 然後呢 OK 1 然後星號A 你會因子多少 5 5 OK 這樣了解 好 那要看懂這一個呢 就就必須要很清楚的了解 什麼叫指標 你才看得懂這麼奇怪的一個 星圓字 好 現在怎麼說呢 來 指標 OK 你看這個星號A 星號A A是一個 整部指標對不對 OK 所以我會寫 星號A 問題是A是什麼呢 A是一個 INP START 對啊 A是一個INPSTART 形態的東西 形態的東西 那星號A就是 星號INPSTART 對啊 星號INPSTART 然後呢 這個A現在 現在它的內容是100 對不對 那星號INPSTART 100 像是誰啊 星號INPSTART 100 我說 他等於0 X 那3 可以嗎 可以嗎 那為了 為了 看起來好像怪怪的在加入過號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在這邊給三個 那現在只差那一個 一個十字元 這個是整數 就這樣 奇怪的寫法 就是有點不習慣 對 有點不習慣 但你如果對指標很困難 你應該看得懂這個 就是直接用A A的指標要改B的連合 但是現在沒有一個A屬上 我們是直接把100寫進去了 根本就沒有寫到A變數 因為不需要吧 就直接把它100當成記憶體位置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只是告訴我 如果我要存取多大塊的那個 一個整數還是一個字元 還是一個什麼 就這樣 這樣 清楚了 所以 C 元可以用來做 記憶體定射數出入 所以當你如果用 C 元 在寫 驅動程式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 如果你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 硬體的接法 是採用 記憶體定射數出入的接法 你會用 C 元來做 具有程式 但是如果是 記憶體的接法 沒有記憶體應射的方法 那你中間就要採取而已 記憶體應射的意思就是說 記憶體應射的意思就是說 你剛剛做的例子 我們直接看畫面 記憶體應射的意思就是 OK 這裡 這裡 像這一個 這是一個 輸出裝置 對不對 雖然它很簡單 它是個七段顯示器 但是它還是個輸出裝置 這個是個輸入裝置 雖然它很簡單 它只是 只是16個鈕而已 但是它還是個輸入裝置 OK 那 如果我們採用記憶體應射的方式 也就是說 我讓這個 這個七段顯示器有個位置 在整個記憶體空間裡面有個位置 怎麼做到呢 怎麼做到呢 剛剛這邊是不是有講 CPU 碰到裝置控制器 然後跟記憶體 記憶體本身當然有記憶體位置 就每一個位置 每一個bite都有它的位置 對不對 但是呢 裝置有沒有記憶體位置 按理講 裝置應該是沒有記憶體位置 對不對 但是我可不可以讓裝置本身也有記憶體位置 怎麼做 不過其實很多裝置裡面其實都有個佔存器 譬如說鍵盤裡面有個鍵盤佔存器 啊 問題是我要怎麼存取這個鍵盤佔存器 拉線 對 那我給我拉線 好 好 那現在 現在 在鍵盤跟電腦中間 如果我們 如果我拉的線 啊就是 就是 這個暫停起來 來鍵盤 那這個鍵盤 好 假設這個是鍵盤 然後呢 這個是CPU 這裡是會有牌的 OK 他們 他們通通都知道會有牌上面 可是鍵盤上面 假設有個佔存器 那這時候 我要寫到這個佔存器 我要怎麼辦 如果你直接這樣拉 他沒辦法寫嘛 對不對 我怎麼有辦法 因為我 資料從這邊送過去 是到線上的 但是你鍵盤佔存器 不會自己塑進來啊 你說的 有點接近的 但是不對 欸 有點 有一點接近的 但是不對 原因是 記憶體怎麼可以承取鍵盤 記憶體是一個被動的東西嘛 其實它是一個被動的東西 記憶體本身沒有硬扇功能 它沒有辦法承取鍵盤 對不對 所以 真正主動的除了這個以外 應該還有一個東西 不然的話 你的鍵盤的佔存器 永遠都沒有辦法被取到 或者是被寫入 取到或寫 以鍵盤的應該是取到 以那個器材顯示器 而言應該是寫入 對不對 OK 這裡有個器材顯示器 或者是有個螢幕 OK 那我要這裡有個佔存器 我要怎麼把資料送到這裡來 好 方法是 來這裡交一個控制器 來一個控制器 然後是一個盤作 控制器 這控制器做什麼事呢 這控制器呢 就是 它負責跟這個 負責去去寫入這些東西 或是去寫入這些東西 讀取完之後幹嘛呢 這個控制器 狀況會有一台上面 CPU便是讓它們是建設的 建設的 建設的 所以 這個控制器呢 就是CPU 跟這些裝束之間的橋梁 好 那控制器要負責什麼事呢 負責解圖說 CPU所送的資料是 到底要送給誰的 CPU所送的資料 到底要送給誰 那控制器怎麼判斷 它用什麼方式才能判斷 CPU送的資料要送給誰 這就是 這裡 記憶體印射書輸入 根據這個datasheet 我們知道 前面這個是七段檢視器對不對 這個是七段檢視器 它是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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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好 所以呢 當我控制器 在這個線上面 各位知道這線有三種 它不是只有一種線 我們再畫得更清楚一點 哪三種線呢 其實是三組線喔 不是三條線喔 我們現在再講一次 第一組線叫做 pensate 位置線 第二組線叫做β 資料線 第三組線 第三組線叫做 擋錯 擋錯 擋控制線 好 那問題來了 現在這個 0sFFFFFF00 到底是對應到哪個線 哪一組線 位置線 位置線 所以 0sFFFF00 其實是對應到位置線 有幾條呢 你這個大小應該有幾條 這個位置線應該有幾條 幾樣小是這麼大的位置 應該有32條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兩個十六進位是一個bite 總共有四組 四組兩個十六進位 所以總共有八四三十二的b 所以位置線本身就用了有三十二條 才能表示這種東西 那當這個彈出了 看到這個位置線上面是這樣的情況 比如說這個位置的時候 很多人要做什麼事 控制器要做什麼事 要做什麼事 要做存取器的間接 對 他就要知道說 OK 這個是存取器段顯示器 暫存器的東西 所以呢 當他在這邊看到位置是這個 而且他看到控制線上面顯示的指令 他一定是要寫入 是要做寫入的動作 OK 然後呢 他就把資料線上的東西 資料線上面 假設這個現在在d 這個d呢 他就把它寫到r 那你一定會問 這個c難道有荒天粉底嗎 他怎麼知道寫 他不做一些破例 他其實這個電路一點都不難 對不對 如果你會出位邏輯 你一定可以做是這樣的電路 這個電路會非常非常簡單 啊 出位邏輯裡面 你們這個是學過 多空氣 解碼器 解碼器 多空氣、解碼器那些東西 就是說 OK 我今天碰到什麼樣的資料 我要控制的時候 他 他 一組也要做什麼事 第二組也要做什麼事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都可以用多空氣來解碼器 OK 好 那你只要設計一個數位邏輯電路 讓他呢 就是碰到這個 碰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就把這裡的線路導進來 裝到這裡 這裡就會碰到一些 你突然之間發現 我們數位邏輯沒寫好的問題 OK 那這很正常 那 那 不過 其實現在數位邏輯很多時候 已經不拉線 為什麼不拉線 因為如果比較低階的數位邏輯 你還在拉線 那 高階的數位邏輯其實不拉線 因為現在已經太進步了 進步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 FBJ FBJ 有頭鞋在寫嗎 FBJ應該知道是什麼東西吧 不知道 就是那個層次電路 OK 那我想要怎麼樣的電路 我寫程式 寫完之後把它燒進去 這個電路就躲掉了 寫什麼程式呢 寫VHDL 或寫Vlog 你們還沒有學過VHDL或Vlog吧 OK 對 這個 OK 對 但是其實 職工應該要不會 因為 電子的更偏的是那個 類比電路 因為那部分才真的是電子的專長 但職工從數位開始 其實職工都應該要 那所以 各位 之後還會修到我一門課 所以我們會從頭來設計關係 那個 課計算機結構 那我們會從數位電路開始 重新類似 講電 然後一直講到 你可以設計自己設計出一顆CPU 就是這一顆啦 我會給你這一顆的辦理 OK 那我們會在那個 電腦上面做比較快速的測試 那測試完之後呢 就會做一些展示 就是我把它燒到FGN裡面 然後呢 給各位看說 我給燒完之後 它是怎麼樣 怎麼燒進去 然後 燒完之後 你的那個電路行為模式是什麼 像這樣的東西 也會在 所以各位也不用擔心 這塊的測試 但是 當你學完數位邏輯之後 其實你應該 可以設計一個什麼這種東西 預期啦 預期應該可以設計得比較好 好 那暫時如果你忘了這部分 你只要知道這裡的線路 可以把它弄進去就好 OK 這裡的線路呢 它可以把它丟到這個資料上面 就把這個暫存器讀出來 丟到這個資料線上面 OK 那 它為什麼要知道要讀出來 這個資料線上面 因為位置 位置對的我就讀出來丟上面 位置如果是這個人的 我就讀他的 如果是這個人的 我就寫他的 OK 當然 模式也要對 通知線也要對 OK 那問題其實只在於說 以記憶體映射出出物的方式而言的話呢 這個控制線就是寫入記憶體 換讀矩記憶體的那些 那些位置 就是 它所發的那個 控制訊號其實是寫入記憶體 但是因為這個控制器呢 它把寫入記憶體的訊號呢 視為是自己的任務 所以它把它解走了 因為記憶體本身沒有幫我們 假設這個記憶體 譬如說是一杯 那根本就還沒有到這裡 這裡是勾長 這裡是4G的 所以根本就沒有到這裡 所以就把後面拿來給装置用 所以才會把這個塞到訊號裡面 避免跟機體真實的位置通達 那控制器呢 當它判斷說 OK我是要從這邊寫入 或者是寫入在這邊 或者是從這邊入記的時候 它的電路設計本身就是做不見識的 大概是這樣 所以所謂的記憶體映射輸入 其實是控制器所完成的 OK 但是呢 這個控制器解讀的時候 它再解讀的時候 解讀有點像攔截了 它攔截了原本應該要記憶體做的功能 它變成它看到這個訊號它就做了 OK 那這個是記憶體映射 但是如果是 如果是專用輸出入指令 以剛剛的這個例子而言 如果是專用輸出入指令 像RD、RTD 跟用記憶體映射輸入指令的差別 是在一個控制線上面 你的控制線 專用輸出入指令的話 在那個控制線上面的訊號 所以記憶體映射在控制線上面的訊號是不一樣 因為一個是跟指令有關 一個是跟指令有關 是用記憶體 借用記憶體指令去做 是插在這裡 OK 好 所以這裡 夠清楚了嗎 還有什麼地方 覺得怪怪的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會輸出一個七段解釋器的0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那 你當然就可以寫一個程式 譬如說讓 讓它輸入 鍵盤輸入之後呢 然後 譬如說鍵盤輸入一個A 然後就再 不要A 好 假設鍵盤只有16個鍵 0到9 然後 還有其他符號 那 那 這裡 只有0到9 和加減乘除這些 假如我今天呢 想設計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呢 是我按下5的時候 它這邊就顯示5 我按下6的時候 它這邊就顯示6 只要你會寫這樣的程式 你大概就 對我們這一張的內容就很理解 怎麼做 用組合語言就好了啦 那當然要用C語言也是可以 因為它已經是用記憶品射出出路了 那用組合語言該怎麼寫 用C語言該怎麼寫 好 剛剛只看到 只看到這個七段解釋器 接下來鍵盤讀取要怎麼辦 鍵盤讀取 你就把它這個byte給讀進來 然後看看 KF是不是1 KD是不是1 KD是不是1 如果其中有一個是1 那我就認為它按的那個鍵 那KF是誰 KF是這個嘛 K1 KD KC 那K0就是1 K1就是2 K6就是3 OK 所以根據這個規則你知道 OK K9就是8 KA就是9 KD才是0 我是刻意按照那個 類似電話的那個排列 OK 好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寫法 OK 這裡還有很多很多很多非常有訣竅的東西 好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喔 如果我C語言這樣寫是沒錯的 但是我如果組合語言這樣寫會是有錯的 為什麼有錯呢 因為 你的 你的那個 這個絕對定值或者是你用程式計數器的定值方式 你很可能都定不到這麼遠 有沒有這個F5 這個超遠的耶 這個已經把第一個bit都用掉了耶 那你指令所留下來的那個相對定值 就是只有最多可能到 可能到六五三六 或三二七六八 那你怎麼能定到這麼遠 三二七六八跟這個還差了好多等級耶 所以定不到這麼遠 定不到這麼遠怎麼辦呢 答案是 一個辦法是我用另外一個暫存器 先把它定到很接近的地方 然後再去做 ok 所以舉個例子 我如果用這個R8 當基底位置 然後呢 R8呢 我就讓它呢 載入這個 載入這個IOS 這一個內容 這個0SFF 這裡面 那我再去做定值 那就是R8加0 就可以 就可以做 做 定值到真正的位置 所以 這裡 會有一點 就是 就是 組合園上面要特別小心的地方 定值範圍是 一個 重要的問題 那 如果我今天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在C園上面要小心的事情 就是 剛剛我們已經講過 這一個指令 為什麼 會這樣子做 可以存取到 存取到那個七段寫字器 對不對 剛剛我們已經講過 但事實上 真實的寫法上面 還要再加上一個字 Valeta Valeta 這個字呢 英文是揮發的意思 揮發性的 酒精有沒有 你插上去它馬上就蒸發掉 揮發性 那 C園這個Valeta 這個是大概是在 C89之後才加上去 標準是 ISO C89之後才加上去 那 Valeta 是什麼意思 在 在程式裡面 它的用途是什麼 如果 如果你不加這個 你很可能會發現 你的程式其實 即使邏輯全部都正確 不加上這個 結果 你用它來做這種 周邊裝置 水取動作的時候 就發現你的程式錯了 錯了 不之所以 為什麼 不加這個為錯呢 Valeta 就是揮發性的意思 它幾乎告訴編譯器說 你千萬不要幫我把這個指令做最佳化 如果你幫我把這個指令做的最佳化 可能會造成程式不正確的問題 所以 加上巴倫卡 告訴他 說 你不要加最佳化 加了最佳化 會出問題 好 那 什麼叫做 加了最佳化會出問題 我們來看個例子 這邊 如果 我今天呢 Define Bite 就是Unsign Chart OK 這個很常見 我們常常這樣 define Bite就是Unsign Chart 因為 C元的Chart 是一個Bite 對不對 Unsign是五號的字元 五號的字元其實就是Bite OK 也就是說它的範圍是0到255 Unsign 沒有加Unsign呢 它的範圍是多少 沒有加Unsign的範圍是-128到127 是有負的 Unsign就是五號數 五號數的話就0到255 OK 那如果Unsign Int呢 Unsign Int其實不一定 C元裡面的Int是幾個Bit呢 是彈性的 是彈性的 在某些CPU 它會被解讀成16個Bit 在某些CPU它會被解讀成32個Bit 所以不一定 所以如果我寫Unsign Short 那就固定 Unsign Short一定是16個Bit Unsign Long呢 32個Bit Unsign Int呢 看你CPU是幾個Bit 它就是幾個Bit OK 好 那這裡我定義Byte 就是Unsign Short 就沒錯 因為它是8B 而且是五號數 接下來我定義呢 S1G7REG 就是說S1G7REG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新號Byte 新號0XFFFF00 當我這樣寫了之後 不就是做剛剛類似的事情嗎 類似這種事情 只是我把它系統化 把它系統化之後呢 就變成說我之後 就不用寫這麼複雜了 我只要寫S1G7REG W0S3F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好多了 比起你每次都要寫0XFF 那萬一你有寫了100次 讓你每次都要這樣寫嗎 當然是不太好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法是比較好的 好 問題是 如果我今天沒有加VALTi 就會錯 所以這時候我應該在S1G7REG 這裡加上VALTi 加上VALTi 讓它不會隨便亂追加化 電液器不會隨便亂追加化 那 不要做最佳化的動作 如果使得說 我的程式呢 可以被編譯正確 那為什麼可以被編譯正確呢 我們先來看 它會造成什麼錯誤 如果我們不加VALTi 會造成什麼錯誤 來 假設我這邊有個 Static IMD 它Inbit 那Main裡面我們有一個無窮迴圈 畫有1 然後呢 如果Inbit等於 如果Inbit 那就出something Inbit如果是1的話 就會做這件事 如果是0就不會做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你知道我們這裡有一個東西叫中段 這中段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計時中段 我們在作業系統裡面有講過 就是說如果今天 今天 第十章我就是作業系統 所以今天上一堂課才在上 上禮拜有上 那當然你們還有一本課專門講作業系統 那我說的作業系統裡面 中段我們上一堂課才有上過 中段是做什麼用的呢 中段就是還記得吧 我們有說過當你一個行程 它是可能是占用CPU很久 譬如說它是當機的行程 就一個畫有1的路 結果它當了 那這時候作業系統 不能讓整個系統當掉對不對 它應該怎麼做 當作業系統不想讓一個 一個當掉的行程當點 造成什麼系統當掉的時候 它會怎麼做 對 它分配一個時間 時間的quota對不對 那個一個t的時間 然後呢 分配完之後再把控制權交給 那一個程式去執行 那那個程式如果不回來呢 它分配的時間到了會怎麼樣 分配的時間到了就換 但是為什麼它可以換呢 分配的時間到了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它才有辦法換 對怎麼交換 這時候需要一個外部的訊號 這個外部訊號叫中段 分配時間提到那個外部訊號 就會脈衝衝進來1 這個脈衝衝進來1之後呢 整個CPU呢 不管它要不要回來 它都會直接跳到一個固定的位置去執行 那個固定的位置就叫中段向量 中段位置 OK 那現在這個中段服務常識 基本上就是在那個時候會被觸發的 在那個時候會被觸發 所以編譯器有沒有辦法知道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中段服務常識 其實編譯器通常不太曉得 OK 但是這個中段服務常識並不是 但是就在整個主程式裡面 你看不到有誰呼叫中段服務常識 但是中段服務常識是會被觸發 會被呼叫 因為外部中段的關係 會自然會呼叫它 你可以看到這個中段服務常識 在這邊把它inbit設成1了 除此之外 這個主程式裡面 有沒有任何修改inbit的地方 沒有 所以如果今天編譯器沒有看這個中段服務常識 它就只是說 這個inbit其實在讀程式裡面根本不會被修改 而且這個中段服務常識 其實根本也沒有被護教 那它就把這個東西inbit是0 所以說1不0都3頸 1不0都3頸 那就最佳化掉了 都3頸不用做 1不0都3頸 都3頸不用做的話呢 那就會造成錯誤 就會造成錯誤 因為 因為 它就認為說 那我可以把這個整段都優化掉 都最佳化掉 因為inbit永遠不會等1 所以這個壞文這一段 可以刪除 那一旦它刪除了 你寫了什麼都沒有用 我記得我們之前在講編譯器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給各位去做一個範例嗎 那個範例就是我們用O0這個參數 和O3這個參數 O0這個參數是不做最佳化 O3這個參數是有做最佳化 而且是最高級的最佳化 結果O0那個參數的程式碼一堆 O3那個參數的程式碼幾乎非常準 有印象嗎 黑液器 來 很多同學沒印象 我們把它拉出來一下 證明我們真的有講 可能 可能 其實這裡要聽到真的很懂 是困難的事情 並沒有那麼簡單 編繫 這門課其實並不是容易的課 證明有O0和O3的最佳化有沒有 一個比較長 一個比較短 為什麼它可以做一個會這麼長 一個會這麼短 其實這個程式有點多餘有點浪長 C等A加V D也等A加V 結果呢 returnC加V 問題是A用N3 B用N4 事實上呢 這個 這個沒有最佳化的 才有老老實實的一步一步做 對不對 有最佳化的它怎麼了 它直接反回14 因為這個程式永遠都是14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有像剛剛那個因病的那樣 是有一個外部的訊號去 要求你修改那個變數的話 那你還能不能做這個最佳化 如果你做了 那會產生災難性的問題 所以Valentai這個關鍵字就是告訴編譯器 你千萬不要在這裡幫我最佳化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對 因為督商情根本 因為因病的可能會變成1 但是編譯器可能會誤判 編譯器會誤判 因為它不知道 因病的可能會變成1 所以它才要宣告華拉臺 這樣可以了解嗎 OK 因為因病的其實這裡是0 那這個終端服務常識 其實 其實 根本就沒有被護教過 那所以 因病的 以編譯器的人 它會認為它應該就是0 所以這一段是多餘的 督商情不用做 但是問題是督商情不用做 問題是 我這個終端是外部護教的 編譯器你的判斷是錯的 OK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才用巴勒台 才用巴勒台 那 如果我們今天呢 加上巴勒台 那 也就是說呢 編譯器 它 它要做 就是說 它這些 以不應變的路上景 這些呢 是要做的 它不可以把它減化掉 不可以把它減化掉 好 那再來 剛剛我們看過 怎麼樣子 輸出一個字 到 期段顯示器上面 現在 我們要看 怎麼樣子從 鍵盤 讀取 到底哪一個鍵 備案下去 那 一樣喔 因為我們剛剛用的 那個 data sheet的時候 記得嗎 就是data sheet的時候 這裡 是 FF00 FF01 FF02 所以我要存取這些呢 我可以弄個基底 就是 大家都從FF00開始算 也就是說 那個 那個裝置 記憶體位置的 開頭 好 那 加1呢 就是取得 鍵盤的前八個位元 加2 就是取得 鍵盤的後八個位元 好 把這兩個byte 通通都放進來之後呢 放到哪裏 放到R3 那 我就可以再根據R3 來決定說 我到底哪一個鍵備案下去 OK 所以 這一段程式 是在做 讀取鍵盤 乖 讀取鍵盤 是這樣做的嗎 好 那如果用11元呢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FF01 而且 用發熱彩 U 應該是 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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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寫錯了 Uint 變成 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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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 Short 占2個byte 所以它會 占的位置呢 是從01 FF01到FF02 Short 占2個byte 所以直接這樣 就可以直接讀取鍵盤了 比起 讀而言簡單很多 所以 用11元 還是比較好寫 好 那 如果你用11元呢 就直接這樣 我想判斷 5 K5 是不是被按下 那 就是 我想判斷 5這個資源 是不是被按下的話呢 我就直接 用 Key And 0x20 這個Key是誰呢 Key就是這邊定義的這個Key 就是這個 這邊定義的這個Key 輸入的鍵呢 跟0x20 And之後 是1的話 那就代表有被按下 是0的話 就代表沒被按下 這樣 清楚嗎 好 那這裡有 有一點錯嗎 這 UIND OnSign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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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這邊定義 OnSignInt 這邊 都被那個 被那個 太聰明的 太聰明的那個 Word 把它改掉 好 好 OK 大概是這樣寫 所以你要用程式檢查 按鍵5是否被按下 如果 用C0的話 就很簡單 Is K5Hit 等於 Tm的0x20 如果 K5Hit不是0的話呢 就 做什麼事 那 做這個事 你看 它做了什麼事 它把0x76送到 七段顯示器 那它會顯示什麼 0x76 來 76 稍微 看一看 76 就是5 的 七段顯示器 的顯示法 為什麼 是5 來 我們稍微把 這邊的是 原則部分 講一下 講完一下 為什麼是5呢 5應該是這個 5 對不對 5應該是這個樣式 所以應該是 abcbmg 這邊呢 是 a是0 b呢 是1 然後 c也是1 c呢 是0 然後 1 也是1 f也是1 g呢 也是1 b也是1 好 好 可以 要顯示5的話 應該是這個樣式 這個樣式是什麼呢 這邊怎麼打 0110應該是16進位的多少 6 對不對 0110應該是16進位的6 那01 1呢 7 沒有啦 所以不就是76 0x76 所以當我按照 的時候 他就顯示5 好 用c語言寫 就很簡單 那用組合語言寫呢 就稍微複雜一點 但是做的事情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你可能要考慮定詞問題 考慮定詞問題 所以我們先把IOMS載入到R8 再用R8去做定詞 這樣了解 來 前一面 來 等一下 Key是這個 Key是這個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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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符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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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x20 0x20 20是什么呢? 最后面这个0就是这个 mph 这前面的n呢? 就是0、1、1、1 所以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0、1、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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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位0是1 因为and的话就是 如果0跟谁and 不管哪里都是0 1跟谁and就是那个人 所以如果对方是0的话 那and出来结果是0 如果对方是and出来结果就是1 所以0x20做and 其实就是在取第五位元 所以如果第五位元有被按下 如果第五位元有被按下的话 就在七段显示去显示5 这一段层次就这个意思而已 这样清楚啦 那当然对应道的组合元就会长很多 那不过意思是一样的 再仔细再看一下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